大家好 我是隱藏角色 大家好 我是江雪清 欢迎来到卫福号讲堂 今天要来教导大家 如何选择优质保姆及合格的拖映中心 哪一个保姆好呢 这个信心温柔 这个生过八个 爸爸 会生不代表会教哦 那我要怎么样挑选适合的保姆啊 第一个一定是离家近 那第二个呢 你要看这个保姆呢 有没有是合格的 有没有登记的 这很重要 第三个部分的话呢 推人员的家庭的成员 还有他的身体的状况 最重要的是 他有没有通过这个 环境安全的一个检核 他的家庭的卫生清洁度呢 看一下是没有没有符合标准的 要仔细看 这部分 那以上这些呢 还要再注意一个点 很重要的点是 看有没有超收 那以上的这些建议呢 其实呢没有绝对 那最重要的是 你也要去跟保姆呢 做一些沟通之后呢 那这是选择你最需要的保姆 想要请教血清保姆 那拖映中心跟保姆 哪一个会比较好呢 居家的保姆呢 他的人力配比是一比二 那他呢 比较能够提供 个别化的一个服务 比如说零拖啦 假日拖映啦 跟二十四小时的拖映等等 设备上面呢 可能没有拖映中心 那么的完善 那当然他也是的 服务人力是单一的 那以拖映中心来讲的话呢 他的人数配比是一比五 那他的整个设施设备呢 也会比较完善 影印状况呢 也会比较是公开透明 是这样的一个判别 那这样我可以好好想一想 哪一个比较适合我啰 是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政府特别还有提供一个 托育资源中心 那提供的内容呢 有拖映跟照顾的一个咨询 教育的训练 儿童发展的一个筛检呢 还有儿童玩具室的提供之外呢 还有提供亲子教育 跟外展活动等等 目的呢 就是要提供零到三岁的孩子呢 他有一个竞变性跟专业性 而且整合性很高的一个服务资源 若想知道更多育儿知识 请上送子鸟资讯服务网站搜寻